我要做一些烤鱼 下跪,魚類,肉類都要少吃 為什麼? 為了拯救地球啊 目前全球約有77億人口 预估将在2050年达到100亿人 因为养殖动物捞捕鱼类耗取太多资源 届时地球将难以承受大规模农鱼 或饲养食用动物的负担 怎么办 全球三级位科学家研究出一份旧地球菜单 大原则就是 爱吃肉的欧美系少吃肉 爱吃鱼的亚洲系少吃鱼 科学家们更列出了图表清单 建议食用大量蔬菜水果 比坚果和豆类当作主要的蛋白质来源 不过这样不会腻吗 没问题 科学家说 只要根据这个原则 时常变换菜色就好 曾有位无肉互欢的男孩 习惯了旧地球菜单后 一样很开心 科学家们预呼 只要这份菜单 能被地球人广泛采纳 未来每年可拯救约 一千一百万人的性命 让大家都能 头好又壮壮哦 国际通信 综合外电报导 好 SO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